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2001年李安指导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女主角是张子怡和杨子琼 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李文 她身着一袭大红色的旗袍 献唱了电影《卧虎藏龙》的英文主题曲《月光爱人》 曲弊,掌声雷鸣,李文也成为了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裔女歌手 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李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镜头下的她性感开朗,乐观,敢爱敢恨,坦荡,撒爽 可就在2023年7月5日,那个从不含泪的人倒下了 李文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好友熊戴玲会说 一路走好美丽的笨女人 希望你来生能找到自己完美的爱情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李文 不 matter how tough, how hard it is 20世纪60年代,北大为名湖畔,清风徐徐,扬柳翼翼 医学院里的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清秀姑娘 在校园里一见钟情了 他们便是李文的父母 李文原名李美林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思林 李富李母从北大毕业之后 就来到了香港打拼 1974年,李富在一次远行探亲的途中 不幸患上了急性肺炎,撒手人寰 经文噩耗的李母悲痛欲绝 但她也只能咬牙坚持 因为她肚子里正怀着丈夫的第三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李文 几个月之后 1975年1月17日 孩子出生了 李母给这个孩子取名李美林 小美林出生的过程并不顺利 顺产的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 都是头朝下,屁股朝上的 但小美林正好相反 接生的医生不得不拉着小美林的脚 把她给扯出来 一不小心就把左脚给扯脱臼了 还导致了骨盆错位 两岁时小美林接受了手术 但骨骼的问题并没能得到根治 这也为她成年后经历的一系列病痛 埋下了伏笔 李美林的童年 或许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灰暗 李母没了丈夫 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 并不容易 最艰难的时候 有人劝她说 把小女儿送人吧 这样经济负担还能轻一点 一家人也更容易活下来 但李母下不了这个狠心 她坚持把小女儿留在了身边 懂事之后 李美林从别人口中得知了这个故事 年幼的她担心妈妈会不要她 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便总是咧着小嘴露出笑容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她 这也许就是李文标志性笑容的由来吧 1984年 李母改嫁 并带着三个女儿移居到美国 准备开一家中医馆讨生活 出到异国他乡 李母白天准备行医执照的考试 晚上打零工补贴家用 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好在女儿们都很懂事 学习成绩也好 老大李秋林后来成为了医生 老二李斯林成了律师 老三李美林之后的人生轨迹 我们都知道了 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巨星 1991年 16岁的李美林代表学校 参加了美国妙龄小姐选美比赛 一举夺得冠军 当时李母知道小女儿要参赛之后 精心挑选了一件白色的纱裙 并连夜改成了小女儿能穿的尺寸 多年后李美林回忆起那场比赛 仍然说当时我可能不是最美的 但我一定是最自信的 因为我穿着妈妈亲手为我缝制的纱裙 李美林小时候的梦想 也是成为一名医生 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当歌手 还是有一次和朋友出去聚会 他们在一家带有录歌服务的KTV唱歌 五美元可以录制两首歌曲 还能制作成磁带 李美林感到新鲜有趣 便挑了两首平时喜欢哼唱的歌曲 录成了磁带 好巧不巧李美林的一个好友 家中是开餐馆的 好友便将李美林录制的简易专辑 拿到了自家的餐馆里面去播放 没想到许多顾客听完之后 纷纷找老板打听这个歌手的名字 还表示想要买这个歌手的专辑 这个小插曲让李美林意识到 自己有着不同寻常的嗓音 17岁时李美林在加州参加了歌唱比赛 拿了名次从此信心大增 第二年18岁的李美林回到香港 参加了TVB主办的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 一举拿了个亚军 这可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比赛 他的第一届冠军是梅艳芳 第三届冠军是张伟健 第四届冠军是杜德伟 除此之外 许志安 郑秀文 陈奕迅 也都是从新秀歌唱大赛中脱颖而出的 赛后在家人的支持下 李美林休学 迁入了赫赫有名的香港华星唱片公司 公司为他举了一个义名李文 英文名Coco 李文就此出道 一入江湖深思海 出道之初 李文的歌手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彼时香港都流行玉女歌手 李文的外形与歌路都太超前了 不符合大众潮流 自然也得不到华星唱片公司的重视 出道近一年 李文只在一首合唱歌曲 《爱情傻恋啦啦啦》中 有两句独唱 但也正是因为这两句独唱 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一家台湾唱片公司 现代派唱片 在听了《爱情傻恋啦啦啦》之后 觉得李文的音色十分独特 于是向他招手 1994年 李文正式前往台湾发展 台湾现代派唱片 是香港华星唱片 和现代派公司合资成立的 相当于香港华星唱片的台湾子公司 所以也不存在违约的问题 来到台湾之后 李文的新途就此打开 1994年6月 现代派唱片为李文打造了 首张华语专辑 《爱就要趁现在》 主打歌是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即便对歌名陌生 你也一定听过这段歌词 《我依然是你的爱人》 《我依然爱你最深》 《别再紧闭你的唇》 《不哭不笑也不问》 这张专辑单月销量突破13万张 创下了同期新人首发的最好成绩 公司趁热打铁 童年年底又为李文发行了 第二张专辑《答应我》 三个月狂卖30万张 1995年 李文发行了首张英文专辑 《Breathe Enough to Love》 《勇敢去爱》 首月销量再次突破13万张 打破了台湾女歌手 发行英文专辑的销售记录 然而专辑的畅销 并没能立刻改变 李文当时窘困的生活状况 90年代的台湾歌坛 有如神仙打架 古百 齐勤 齐玉 苏锐 邓丽君 孟廷尾 范小轩 王杰 哪一个不是神一般的人物 初出茅庐的李文 丢在他们中间 人气还是不够 有时候一两个月 都接不到一个通告 再加上年幼的李文 根本就不知道 版税为何物 只能靠低廉的车马费 维持生活 一个星期仅1000台币 只够吃面包和方便面的 有时候连想给家人 打个跨国长途的钱都没有 有一次开校园演唱会 李文不巧生病 他发着高烧 也不敢去医院 因为放歌迷鸽子 会被公司罚钱 而且也不道德 结果在舞台上 李文差点晕倒 后来紧急送医 医生都惊呆了 问李文说 小姑娘你做什么工作的 把身体搞得这么差 这种悲惨的窘境 直到遇到贵人姚谦之后 才得以改善 姚谦是知名作词人音乐制作人 由女星推手之称 当年王妃还叫王静文的时候 和窦围住在北京 一个简陋的四合院里 一天清晨 狗仔拍到了一张 王妃捏着鼻子 去公厕倒尿壶的照片 震惊乐坛 姚谦看到照片后 便提笔为王妃 写下了 我愿意传唱至今 1996年 姚谦向李文 抛出了橄榄枝 李文签约台湾索尼音乐 歌手师也正式走向巅峰 姚谦曾说过 我签Coco的初衷 就是要放大他ABC的特质 和其他女歌手所走的 贤淑路线区分开来 1998年 一张差不多火了 30年的音乐专辑 滴答滴暗示横空出世 三个月内就卖出了 100万张的惊人销量 主打歌滴答滴的MV中 李文一扫苦情阴郁的表情 顶着一头闪亮的红发出场 造型热辣大方 迷倒了无数人 在姚谦的加持下 李文加紧不乏 于1998年6月 又推出了专辑好心情 其中收录了 唱遍大街小巷的名曲好心情 还有讲述花木兰侠女柔情的自己 专辑中的颜色异曲 被指定为了 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 中文主题曲 23岁的李文成为了 唯一一个在世界杯 开幕式上献唱的华人歌手 接着各种票房爆棚的 商业大片的主题曲中 也开始出现李文的声音 宝莲登着主题曲 想你的365天 电影卧虎藏楼的 英文主题曲月光爱人 迪士尼动画片 花木兰的主题曲 自己等等 人们甚至将 1998年称为李文年 1999年 迈克尔杰克逊 在韩国举办慈善演唱会时 邀请李文做表演嘉宾 演出结束后 迈克尔杰克逊 还带着李文去 自己的庄园度假 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2000年 李文推出专辑真情人 MV中热辣的舞姿 让他收获了 电动马达屯 电屯天后的名号 东方女性的温柔 混合着西方女郎的火辣 让李文成为了当时 独一无二的女歌手 一举登上了华语乐坛的巅峰 2001年 李文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献唱 《卧虎藏龙》的主题曲 当年 李文也被邀请上了春晚 演唱了好心情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像夏天吃着冰淇淋 舞台上 李文笑容灿烂 活力四射 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但彼时略显粗糙的舞台效果 又提醒着人们 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2002年 李文收到了NBA大联盟的邀请 希望他能在开幕式上 演唱一首歌 李文都懵了 尽管自己年轻的时候 爱打排球 但这也和NBA没什么关系吧 后来李文才知道 原来是姚明在加入NBA后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说 我最喜欢的歌手叫李文 NBA想要给姚明一个惊喜 于是就悄悄联系了李文 千禧年前后 李文绝对算得上 是华语乐坛最闪耀的明星之一 当时可能谁都不会想到 巅峰过后 李文的视野会急转直下 在亚洲乐坛取得不菲的成绩后 公司开始为李文规划国际路线 当时李文意气风发地表示说 从小到大 我听到的有代表性的歌 好像都是由外国人唱的 惠特尼休斯顿 玛丽亚凯利 我想怎么没有中国人的份呢 我们也一样有才华 只希望有一天亚洲人的唱片 也可以在美国大卖 1999年 李文推出了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全球发行 销量达到了200万张 但在美国市场只卖出了4万张 亚洲人依然是购买主力 仅亚洲市场的销售量 就达到了全球总销量的五分之一 是呀 一个亚洲人怎么可能轻易玩地赚 白人世界的丛林法则呢 李文的国际范和性感 放在美国市场 那不是独一无二 而是泯然众人 一次他载着新专辑去国外电台打歌 主持人连他的资料都懒得看 就轻蔑地问道说 你是拉二胡的吗 李文当场放声高歌 这才让电台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 下次再去别的电台打歌 李文依然会被问到二胡的问题 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证明 自己是唱流行乐的华人歌手 国际华发展道路受阻 回过头来再看港台市场 曾经一手捧红李文的摇签 又发掘了男友永远年轻的孝亚轩 亲手操盘克隆了李文的成功路子 再加上张慧妹 蔡依林等信人的涌现 李文不再是华语乐坛 唯一罕见的性感女王了 她不可避免地被无数后浪 拍在了沙滩上 2004年 29岁的李文回到香港 与张学友合作了一部 反吸烟的工艺片 《烟丝万缕》 导演是郑一剑 监制是关锦鹏 关锦鹏看着镜头里的李文 认真地对她说道 Coco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拍戏 有了关岛的支持与肯定 李文决定进军影视圈 同年她接演了 李新导演的《自娱自乐》 电影中李文饰演一位村姑 与当时在好莱坞 最具盛名的华裔男演员 尊龙搭信 尊龙演一介农夫 可是两个人 无论再怎么装 再怎么演 李文时髦的脸蛋 尊龙精致的五官 都无法说服观众 他们是乡下人 最终票房惨不忍睹 在台湾上映三天 总票房还不到一万台币 李文也清楚地认识到了 当一位影歌双七的艺人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属于他的时代 似乎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事业失忆 情场得意 就在那段时间 李文遇到了 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2003年 李文在一场宴会上 与加拿大籍富商 Bruce一见钟情 Bruce比李文大16岁 之前有过一段婚史 还有两个女儿 他是在香港开启他的致富之路的 从网球教练一路摸爬滚打 成为了力标品牌集团的CEO 网传身价高达20亿美金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Bruce于1979年 从弗蒙特大学辍学 随后前往香港 成为了一名网球教练 好巧不巧 他的一名学员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香港力封集团的主席 1981年 Bruce在香港的一家冰激凌店 又结识了另外一位贵人 犹太一商人 现在的香港蓝贵方集团主席 盛志文 两人后来共同创立了一家 跨国采购公司 Kobe International 2000年 Kobe International被 立峰集团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从2011年到2014年间 Bruce担任立峰集团的CEO 2014年之后 又担任立峰集团子公司 力标品牌集团的CEO 但Bruce并不是立峰集团 或者是力标品牌集团的 主要持股人 之前立峰集团收购 Kobe International的22亿美金 也不可能只进了Bruce一个人的腰包 所以网传的他的20亿身家 应该是有一定水分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 他牢牢抓住了李文的心 在Bruce之前 李文也有过好几段恋情 不过都没有修成正果 与Bruce恋爱短短一年后 李文就收到了Bruce送上的 九克拉求婚钻戒 惊喜之下 李文脱口就说出了yes I do 不过很快就后悔了 倒不是因为Bruce年龄大 还带着两个孩子 或者赚的没有李文多 相反对于在担心家庭长大的李文而言 年长他不少的Bruce 更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只是从小的生活环境 让李文有一点恐惧婚姻 就这样两个人展开了 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2011年36岁的李文 终于下定决心 和Bruce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11年10月27日 他们在香港豪华酒楼天际100 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 花费高达1.5亿港币 来宾中名流云集 成龙 奥普拉 碧昂斯 场面堪称一绝 李文虽然外表性感奔放 但内心还是非常传统的女人 在与Bruce相识之后 她经常在公开场合 大方地表达对老公的爱恋和欣赏 在康熙来了上 李文会说 Bruce是那种男生女生 见了她都想靠近她都会喜欢她的人 有一些人只有女生喜欢 有一些男人只有男生喜欢 她是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她的人 她的人很好 心底善良 你就会想靠近她跟她讲话 然后她跟你讲话的态度永远是 很在乎你 很care 很sincere 很诚恳 2014年情人节 李文大方地在微博上 秀出了她和Bruce互相给对方买的花 2015年8月 她略带骄傲地说 老公一早上起来就去做电视访问 十月又幸福地说 每天我都会安排惊喜给老公 也许是性格使然 也许是太渴望有一个完满的家庭 在这段感情里 李文似乎是投入更多的那一个 婚后有一段时间 李文甚至一度淡出歌坛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她想洗手做羹汤了 而是因为她经历了对于歌手来说 最痛苦的失声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李文经历了数次失声 最严重的一次是患上了急性支气管炎 连续咳嗽了几个月 导致她低音部分完全发不出来 连说话都困难更别说唱歌了 说话没问题吧 正常说话 有一段连讲话的时候都会有点乖乖的 就是要伸八度讲话 那段时间李文害怕极了 担心自己将永远告别她最热爱的舞台 母亲就鼓励她说 不要灰心 大不了我们重新来过 李文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练她的发音 一年半之后 终于重新恢复了歌喉 2016年李文参与了大陆相当火爆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第四季的录制 节目中李文说我还是一个歌手而不是退休的太太 在总决赛上李文又穿上了那件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曾经穿过的红色旗袍 又一次演绎了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人》 一举夺得了该季的总冠军歌王的桂冠 很多老歌迷还惊讶于李文十几年不变的精致身材 感叹她的自律和对自己的严苛 与此同时进入不惑之年后 李文开始渴望能和丈夫Bruce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但很显然李文已经错过了女性生育的最佳时期 2018年起李文开始了人工受孕的艰难旅程 先要打粗卵针 又长又粗的针头扎进肚皮 要连扎十几天才能成功取出一颗卵子 之后才是移植 整个过程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 心理压力也巨大 而李文尝试了九次也没能拼出一个孩子来 最终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场求子之旅无奈走向了终点 这也成为了李文毕生的遗憾 更讽刺的是在李文被孕的过程中 他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 不知从何时起 李文的社交媒体上晒幸福的贴文越来越少 鼓励自己的心灵鸡汤越来越多 2020年7月 李文在ins上分享图片 内容是鼓励自己一定可以变强变大 治愈自己的鸡汤文字 这条ins下面自带了一个网站链接 点进去会发现 这是一个为出于情感破裂边缘的人们 提供心理辅导的网站 几天后的7月13日 李文又在微博上发文说 要一致破碎的心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 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学习改进和争取 我还在学习和争取中 很快就有媒体报道说 李文惊爆婚变 Bruce疑似出轨第三者 但李文的经纪人坚称没有这回事 随后李文自己也在微博上发文说 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和过去一样仍然在被爱与爱中 以此来平息婚变的传闻 不过从这条微博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李文的心情低落 他说世界偶尔不美好 但我们也要练习让自己乐观去面对 李文总以火辣热情的一面世人 没有人注意到这么多年来 他的内心其实早已千疮百孔 2020年8月 随着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电影的上映 李文时隔22年 重新演绎了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2020年10月 李文加盟中国东方卫视制作的 大型室内音乐综艺《我们的歌》 担任榜样歌手 2021年2月时隔20年 李文又登上了春晚 与成龙张绍涵等一众明星 演唱了《明天会更好》 2022年3月 李文又参加了湖南卫视音乐节目 生生不息的录制 同一年 浙江卫视打造了音乐选秀类节目 中国好声音2022的导师 因个人原因退出了录制 节目组找来李文救场 李文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好声音2022的四大导师之一 可没想到2022年9月28日 一段李文在好声音录制现场发飙的视频曝光 惊爆舆论 视频中李文看起来非常愤怒 他对导演组大喊说到 瞎的 导演请给我一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 88点3分的却没有 导演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公道吗 你不说大家都会说 瞎的 大家都在看 导演是给我一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 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 88点3的没有第二次机会 导演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公道吗 你不说 多少人都会说 李文发飙的原因是 节目组莫名其妙的更改赛制 导致李文战队的周飞格得分88点3分 排名第5名却被淘汰了 而别的战队得分73分的学员 却有第二次可能晋级的机会 李文为自己的学员打抱不平 这才怒怼导演组的 其实一直以来 关于好声音节目组造假 有黑幕的传闻就没有平息过 节目组以为他们给了李文出场费 李文就会逆来顺受的 接受他们的潜规则 没想到李文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当天此事就冲上了热搜 李文这一怒 节目组也做出了让步 周飞格被成功复活重登舞台 2022年9月28日晚上 李文也在微博上发文称 经过导演组的耐心解释与沟通 一切误会都解除了 不过事情到这并没有结束 细心的网友发现 好声音总觉在巅峰之夜的这期节目中 李文的镜头少之又少 而且在学员演唱完毕后 正常流程会播放导师的采访 其他三位导师的采访片段都有播出 唯独没有李文的采访 这就让很多网友不尽好奇 收官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后来有人爆料说 李文有脚伤 不能长久站立 为了舞台效果 他不想让观众看出他腿不舒服 于是李文就跟节目组商量 决赛登台时 他希望能够挽着学员王泽鹏的胳膊出场 这样可以借助学员的帮忙 来支撑另一条腿 节目组本来是答应了的 可是在随后的正式录制中 节目组却突然更改了之前的舞台站位 导致李文和王泽鹏在舞台上离得很远 最终李文由于腿部力量不支 倒在了舞台上 但他还是强忍着疼痛 坐在地上唱完了那部分和声 后来还是导师梁静如上前去 把李文扶了起来 我们也看到 在之后播出的节目里 歌曲的后半段 基本没有李文的远景 都是半身尽头 甚至还使用了画中画 因为这件事 李文委屈和不满的情绪彻底爆发 和节目组大吵一架之后 飞回了香港 2022年10月28日 好声音2022收官 李文的粉丝团在微博上 发布了一首藏头诗 提取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连起来读 就是好声音烂东西 很多人都以为 这条微博是李文发的 但仔细看会发现 发微博的账号 是coco李文的告示牌 并不是李文本人 不过李文在好声音收官的第二天 就删除了微博上 关于好声音的全部贴文 还是一举将中国好声音 再次送上了热搜 也坐实了 与节目组之间存在不愉快的传闻 但不管是怎么样 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春晚 李文似乎又再度活跃在舞台上 粉丝们自然是欢欣雀跃的 但同时又忍不住 为李文的健康状况担忧 2022年12月31日 李文在Facebook上发文自我鼓励说 爱和信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词 我一直深深的铭记在心中 这两个词可以让我们来度过这艰难的一年 生活有时并不容易 但我想用女战士的态度 来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艰辛 我们无法控制人生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 配图是自己爆瘦到42.3公斤的照片 还有一张腰间挂着引流带的照片 2023年2月23日 李文发长文又说 今天我要面对生命中的最大的挑战 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恐惧 我从来不怕任何困难 一切问题总是一个一个来解决 可这一次我脆弱了 一直想逃避 可现在真的是避无可避了 文中李文字节上巴 第一次公开了左腿的天生缺陷 人们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么多年以来 李文在舞台上都是靠右腿来支撑全身的 就算是跳舞的时候也不例外 他说每一次排舞或演唱会结束后 他的腿都痛得要命 只是我从来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痛苦的一面 这么多年来 我只想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只要大家开心 多痛也值得 可就在去年10月初 我在排舞时触及旧患 髋关节移位 在没有软骨的保护下 神经线被压住了 我忍受痛楚很多年了 现在已让我无法正常生活 即使是这样 李文的文字依然充满了力量 他说我就是一个女战士 我们永远要记住 乌云过后太阳就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知道我一定可以的 2023年3月 李文发布了一支术后康复的视频 他说手术很顺利 虽然很痛 还要重新学走路 但是我可以的 现在就是 我训理战士了 我啥都不怕 什么主意好了 I'm happy in this baby Come on I can do it Coming home 啊 Oh She's so cut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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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happy I'm so happy Oh my god I want to cry I want to cry Oh Jesus Warrior baby Female warrior 战士 女战士 然而就在李文最痛苦 最脆弱的时候 她的老公Bruce 却没有陪在她的身边 事实上 2023年刚开始没几天 媒体就又爆出了 李文婚变的消息 称她半年前 就已经搬离艾巢 与Bruce分居 更为残忍的是 人心雾不热 多年来 李文将Bruce的两个女儿 视为亲生 可他们在知道 爸爸不忠厚 不仅偏心爸爸 还对李文漠不关心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李文的闺蜜看不过眼 曾怒骂Bruce说 她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轨 女伴都是年轻西方女性 风流快活时 完全不避讳Coco 当Coco是透明的 第一次Coco给她机会 但她不改 这是第三次了 被他们的共同朋友撞见 是朋友跟Coco讲的 Bruce后来 自己也承认了出轨 2023年2月13日 李文在微博上发文说 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2月14日情人节 又发文说 爱情走到这里 一个词Tragic 虽然也是在为自己的 新歌Tragic打call 但也不免让人们映射到 她那摇摇欲坠的婚姻 3月杨子琼 凭借电影《顺息全宇宙》 霍峰奥斯卡影后 成为了史上首位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 华裔演员 李文在微博上 祝贺杨子琼说 那一年 我们在奥斯卡一起闯关 今年 我再重新学习走路 再加油 而你在奥斯卡持续发光 你给我勇气 给我力量 5月20日 李文又发布了新歌战歌 并在微博上说道 勇敢去挑战 去追求 你就是战士 说后 李文虽然没有马上回到舞台 但也在社交媒体上偶尔更新 就在人们以为她恢复得很好 很快就会重新发光发热的时候 这位女战士倒下了 7月5日 李文的二姐李斯林宣布噩耗 原来一切坚强乐观的表象下 藏着的是阳光型抑郁症 患者会把自己真正的情绪隐藏起来 只向人们展示阳光的一面 所有的郁闷 委屈 愤怒 都长期得不到宣泄 人最终被巨大的压力吞噬 根据台湾媒体ETtoday的独家报道 李文身边的知情人士称 这半年来 李文除了饱受抑郁症的折磨 还罹患了乳癌 甚至向妈妈隐瞒了病情 独自抗癌 好在发现及时肿瘤切除后 身体已无大碍 但在李文切除肿瘤时 老公Bruce却在外面旅游 随后网友们翻出了 7月2日事发当天 李文给粉丝团发出的语音 这也是他生前留下的 最后一段音频了 亲爱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7月6日 李文的老公Bruce发布中文复告 称李文离世时 全家人都陪伴在侧 复告的署名 除了Bruce和他的两个女儿 还有李文的两个姐姐 但李文的二姐 李思琳却表示说 复告是Bruce一个人准备的 他们并不知情 也许是担心自己再也无法 重新回到舞台 也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太过疲惫 也许是始终无法走出婚姻触礁的阴霾 究竟什么是压垮了Coco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会一直记住他的性感 他的热情 他一笑起来就弯弯看不到眼睛的可爱样子 孟戴克曾经属于他的华语乐坛最灿烂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歌词呢 在副歌的时候呢 我喜欢你说Coco 可是不是我的名字 是好像敲门的那个声音 Coco Coco 那敲什么门呢 就是新的 我天生就是那种快乐宝宝 我喜欢逗人家笑 人生有没有低谷的时期啊 感觉好像没有 有啦 只是我很少说而已 很少说 对 就是像我演的一天 我唱不了歌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唱不了歌 我希望你们还可以爱我 我都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